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的行商我们特别用中国的四神兽来作为一个意向的发想 我们选择这四个地区特色的一个农特产品 包括我们瑞稀地区的红茶 还有我们安通温泉这边的出产的当归业 还有我们在乌鲁那边很有名的高丽燦 以及我们资本这边很多的洛神 那希望游客来到我们花东粽谷除了泡好汤之外 也可以享受在地的农特产品跟在地的美食 四大温泉区中 资本以温泉为名泉台 是台湾规模完善的知名温泉箱 更名列台湾八大民景之一 资本温泉可以说是东台湾历史最悠久 也是最具规模的一个温泉区 这个温泉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属于弱碱性的碳酸泉 无色无味 温泉的温度大概在45度到55度之间 那很多泡过这个资本温泉的人 都认为对于肌肤的美白具有很大的效果 所以它又称为美人汤 这个地形依山放水风景优美 所以它又有东台湾第一景的美誉 在资本温泉风景区内体验大自然的芬多金氛围 解放在都市中的压力 享受好山好水好景 资本温泉风景区周边的景点 除了大家熟知的资本生理游乐区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景点值得大家去探索 包括风景清幽的清爵士 以及适合亲子同游的出炉牧场 以及适合体验原住民文化的布农部落 都很值得大家去探索 今回は2泊3日で とてもお得な料金で カレンとタイトンの温泉を体験できる という風になっていて これを機会にカレンとかタイトンにある たくさんの温泉をもっと日本の方に 知ってもらえる機会なんじゃないかな という風に思っています 縱管处推出一系列的泡汤专愛 有许多超值的旅宿活動 配合许多温泉業者或店家 消费满額即可獲得抽獎机会 不仅让您身心放松 也让您奖品拿不完 希望游客来到花洞縱谷 能够用一种很轻松的心情 然后这个缓慢的步调来倡游 那我们希望可以推出来的 这个縱谷的游程呢 希望大家可以搭乘这个火车 或者那种单车以这个双铁 一个低碳游程来倡游我们的花洞縱谷 然后好好来品嚐我们沿线的 各种不同部落的一些深度的一些文化 跟他们的一些精致的一些生态游程 那当然最重要呢 我们的花洞縱谷的这些 四季的这个农业的一些特产 跟我们的四季的花海道浪 都是很适合大家来这边亲子 或者是请人来这边 做一个漫游跟深度体验的好地方 夏季天气炎热 人更容易感到疲惫 在热气缭绕的温泉中 舒心活络 放松身心 让烫烫的温泉水 将一天的烦闷劳累 全部尽掉泡走 趁着春夏之际 走趟群山环绕的花东纵谷 绝对让您丢戏无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